威廉王子护老婆,护娃是出了名的。 王室编辑丽贝卡,英格历史在自己的专栏里这样写道, 在威廉这里,凯瑟琳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是不容他人智慧的。 威廉曾不止一次明确表示,乔治,夏洛特和路易是他和凯瑟琳生活中最头等的大士。 凯特王妃生病住院后,威廉王子放下了手头的一切工作,全程照顾老婆,带娃。 据其身边人透露,这是威廉在尽全力给三个宝贝营造一种安全感, 避免威廉是三小只因为凯特生病住院这件事而产生恐慌。 凯特生病住院这几天,乔治三兄妹一直正常上下学,参加课外活动。 三宝爹则是每天晚上陪着三个宝贝,早晨、下午和平常一样坚持接送三宝上下学。 1月18日上午,威廉再送三个孩子去学校后,赶到医院探望了正在那里进行术后恢复的妻子, 然后,在中午12点35分离开医院,据悉是为了赶回去接三宝下午放学。 然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威廉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大众的监督和审视。 英国未来国王这不顾一切,抛下所有工作的行为也是遭到了某些网喷的抨击。 某Genta Monarchy小分队带着些许酸逸的嘲讽道,难道我们还要为他鼓掌了? 这明明是他为了打造自己是一个专注的丈夫和父亲的公关手段。 他身边明明有一大群人支持他,他也不用担心不工作在家里要面对的经济压力。 坦白讲,个人觉得他这样做会适得其反。 对于这样类似甚至更恶劣的评论,威廉和他的团队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威尔氏亲郎也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奏我行我素。 虽然病情信息未被透露。 媒体也报道,凯特的手术与癌症无关,但根据其术后在医院留院观察的时间10到14天和术后恢复期,可以判断出凯特这次的病情有点严重。 虽然病发得不急,但也足以让威廉手忙脚乱了。 不过,好在,威廉身边确实是有一群人在支持他。 据悉,凯特的父母卡罗尔和迈克、里德尔顿、弟弟詹姆斯和妹妹琵琶都放下了手头的事情,赶到威尔士家去帮忙了。 虽然嫁入王室13年,但凯特的娘家人一直是他最大的底气。 在他和威廉需要的时候,他的父母和弟弟、妹妹总是能放下一切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他身边。 曾有消息人士透露,威廉喜欢米德尔顿的家庭氛围,他感谢卡罗尔和迈克为凯特做的一切。 对他的岳父母,他也给予了足够的信任和尊重。 近日,媒体爆出的另一件事情也足见尼德尔顿家族在威廉心里的分量和地位。 查尔斯三是很喜欢凯特这个儿媳妇,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但75岁的英国国王对他的亲家就很一般般了。 早几年,老查因为两个大一点的孙子乔治、夏洛特和外婆、外公的感情好,还大吃过甘醋。 这几年,因为凯特在中间不断平衡,再加之路易的出生,查尔斯对亲家没有那么大的成见了。 但骨子里,老查还有着很强烈的阶级优越感的老头,对于来自中产、阶级的米德尔顿家族很势不屑。 有消息称,去年的加冕礼,查尔斯对是否邀请米德尔顿一家参加,加冕礼,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态度。 当时,参加加冕礼的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但卡米拉家的七大姑、八大姨,甚至是前夫都被邀请了,而凯特这边的家人? 查尔斯并不觉得非常有必要邀请他们。 威廉在得知自己老爹的想法后,非常气愤。 一位助手向媒体透露,威廉王子在他邀请凯特一家出席,加冕礼,的问题上没做任何让步。 他直接向国王提出要求,定且强调,米德尔顿一家不仅要出席,还要坐在一个相当野人注目的位置上。 他坚持,他妻子的家人参加加冕礼,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而且,他希望他们能够全部出席。 最后的结果就是,老查让步。 对于这个脾气不大好的长子,老查大多数时候,都是无条件让步的。 于是,凯特的爹妈,弟弟和妹妹都出席了扎三的家棉里,位置也很靠前,而一些老牌的王室贵族亲戚, 比如女王的母亲鲍斯里昂家族只有两人出席,而女王的父亲蒙巴顿家族则只被邀请了一人。 英国王室似乎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双重健康危机,让整个王室家族和支持者倍感胶着。 查尔斯国王即将面临前列腺手术,而卡米拉王后则依然取消了返回伦敦的行程,选择守在查尔斯身旁,这一举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据透露,75岁的查尔斯国王被确诊患有良性前列腺增生,需要接受矫正手术。 卡米拉王后原本计划在阿伯丁结束活动后返回伦敦,但在得知查尔斯国王的手术消息后,她毫不犹豫地取消了原定的行程,表达了对丈夫的深切关心和坚定支持。 这样的举动不仅让人感受到王室内部的团结,也让我们对王室的人性关怀和亲情充满期待。 而卡米拉在查尔斯接受手术期间不离不弃,她昨天独自一人访问了阿伯丁的艺术画廊,并为一个新的安全空间接募。 在画廊内,她向阿伯丁市长询问了国王的状况。 卡米拉微笑着回答说,她的状况很好,非常感谢,期待着重新开始工作。 她的坚定和乐观态度让人对王室内的温暖和关怀有了更深的认识。 这次《艺术画廊之行》不仅仅是卡米拉独自一人的活动,更是一个为怀疑受到家庭暴力困扰的人提供帮助和指导的倡议的节目。 卡米拉表达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她看上去充满活力,保持着一种冷静而坚定的态度,这与以故女王常被联系在一起的形象相隔一招。 王室成员的健康问题引发了对王室未来的深刻担忧。 除了即将在3月满60岁的爱德华和将在本周六庆祝59岁生日的苏菲外,其他成员都已经是70多岁或80多岁。 哈里王子因其争议性的指控使王室备受打击,而被责备的约克公爵虽然仍在王位继承顺序中, 但两人都已经退出了工作王室,使得王室的未来充满变数。 这一系列健康问题让人们开始认真思考王室的未来走向。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室成员的团结和相互支持变得至关重要。 我们期待查尔斯国王和凯特王妃早日康复,也希望整个王室能够紧密团结,共度难关。 在查尔斯和凯特这两位高级王室成员休养期间, 白金汉宫采取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行动。 为了确保国家事务的正常运行, 哈里王子和安德鲁王子这两位国务参议员被禁止代表国王在公众场合露面。 为此,国务参议员法案在去年进行了修订, 将安妮公主和爱德华王子列为新的国务参议员。 这一变动被认为是为了防止这两位原国务参议员在国王病情期间代表国王进行公务, 确保王室的正常运转。 更引人瞩目的是,查尔斯国王还特别颁布了一项规定, 使安妮公主和爱德堡公爵终身担任国务参议员, 并不按照继承顺序进行替换。 这一决定引起了一些争议,不同于以往的做法, 但国王认为这样的安排更为合适。 因此,只有卡米拉王后、威廉王子、安妮公主、爱德华王子和比阿特利斯公主 有资格代表国王履行皇家职呢? 这一规定变动引发了一些疑问和争议。 据称,哈里王子可能在公开宣布之前, 并没有得知查尔斯国王前列宪诊断的消息。 尽管白金汉公努力通知所有高级王室成员, 但公开宣布却是在英国时间周三下午3点25分, 也就是美国加利福尼亚时间上午7点25分, 导致哈里王子可能通过新闻提醒了解到国王的健康问题。 这一局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有人认为这是查尔斯国王的明智之举, 是为了确保国家事务的正常进行。 然而,也有人对这一规定变动提出了质疑, 认为哈里王子和安德鲁王子作为王室成员, 本应有权代表国王。 这一题引发了有关王室角色和权力的更广泛的讨论。 不可否认,在这个关键时刻, 王室的内外困境给整个国家带来了一场不小的震撼。 对于王室成员的健康问题, 民众不能不思考王室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这样的困境下, 王室成员的紧密团结和相互支持显得尤为关键。 期待查尔斯国王和凯特王妃能够早日康复, 也希望整个王室能够共同面对挑战, 共度难关。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